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刚下床才感觉我瘸了 现在我这脚呢就是肉眼可见的 怎么了 这一边 然后最痛的是这一条筋 我现在就是一个瘸子的状态 但我刚刚请假 然后队长 教练都说 不行 必须要下去点名 这个寡用吗 寡用呢 消肿呢 我真的是服了 腿已经这样子了 还要背下来给我点名 我录是最大的受害者 我就在这里敷着冰看他们跳着 我下来的意义到底何在呀 我去看医生的药 估计过两天就好了吧 起码一个礼拜 我真的是要被我们队长给记死了 他让我成为了全影的笑话 就点完名过后还要缺着腿 然后走到最后排去坐着 完了过后再走过来 缺着腿 蹦蹦跳跳的像个傻子一样 过来点名 真的是丢人丢到家了 我的午饭来了 公主请用餐 我必须得夸一下我们队长教练 他们团队意思实在是太强了 绝不落下一个病患 就哪怕我已经全成这个样子了 还坚持把我背去教室 让我看着同学们上课 给我那种激情满满的感觉 下午呢我也只有这样看着他们运动 下午的课呢是已经结束了 但下午没有多长的休息时间 我就懒得回去了 等一会等他们给我送晚饭过来就好了 我的救星来了 露露你现在就是我的光啊 我手机就没电了 我把那个给你带过来了 好惨啊 我们露给我带吃的来了 带了两个蛋 特意给你包起来的 不能想就等下给你带过来的 带两个蛋就够了的 对啊 我决定了 我明天要离开这里面 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每天他们背过去 然后再在里面跳来跳去的 太尴尬了 明天看请假 找个地方去待个几天 等到时候能够剧烈运动了 就说稍微能跳了 再回来吧 不然待在这里也没用 好吧就这样吧 明天初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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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初一